作为二代当中最著名的战斗机之一 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 参与过相当多经典的空战 包括大名鼎鼎的不列颠之战 但是在所有它执行过的任务当中 我认为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还是为诺曼底登陆的部队运送啤酒 对的啊 它的临时身份是啤酒轰炸机 诶 它是怎么干这件事情的呢 起初啊 啤酒被关到已经被冲洗干净的 45加仑的附油箱当中 这样做当然是最省事的 因为从挂载点到挂载的容器都是现成的 但是嘛 接收啤酒的部队就有点委屈了 他们抱怨说 这喝到的东西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啤酒还是没有啊 的确 想要把装过航空没有的罐子 给彻底清洗干净呢 实在是不现实嘛 只能是九层啤酒 一层没有怎么缠着喝呗 至于是提高了战斗力 还是折损了战斗力 得分情况吧 好 很快啊 解决方案来了 在机械师和飞行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呢 原本光滑的啤酒桶得到了升级 在经过特殊改造之后 它获得了挂架 使它能够直接被挂到 喷火式战斗机的挂摘点上 为前方部队提供更加纯净的啤酒 对了 不光纯净还很清爽哦 因为如果喷火式战斗机飞得够高的话 高空中的冷空气还可以给啤酒降温 起到了冰镇的效果呢 这在残酷的战争当中呢 真的算得上是天赐的一份礼物了 而把这份礼物发挥到极致的 是英国皇家空军第131连队 他们显然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下足了功夫 不仅为啤酒桶装上了专门的挂架 还为他们制造了完美匹配的鼻椎 使得空气动力性能得到了提高 让挂着他们的喷火式战斗机 能够飞得更远 我只能说 高啊 不仅为啤酒桶装上了